上海今天的确诊人数是持续上升的 昨天说是3500例本土确诊 而刚刚最新公布在上海的数字是4477例本土确诊 也就是在上海的疫情还在上升阶段 而今天是上海浦东风控的第二天 过去车水马龙的街道天桥 今天是整个空荡荡出现难得的激进 浦东的封闭将一直持续到4月1号的清晨5点 人流车流将禁止4天 那么在之后就要换浦西风控 由于浦东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镇 聚集了大陆最多的金融公司 这次风控上海交易所倒是维持正常进行 不过员工们这几天都得在公司打地铺了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